341例另外针对免费快筛试剂出包的情况之下 台中市政府要怎么样来处理 也带您掌握 里面都是比较特别弱势的需要照顾的市民朋友 虽然他们有自己的医生 有自己的护士 但是我们担心他们的医护能力是不够的 也因此担心在里面造成大规模的感染 所以我们的市政府 我们主动离境计划 主动派遣医护团队 进行筛检全面性的筛检 到昨天为止第一轮 170家当中已经有168家 我们已经进行了筛检 还有两家今天也会完成 所以换句话说 这170家今天会完成第一轮的这样一个计划 我们总共筛检了11438人 还有两家今天会完成 那到目前为止筛检了11438人 那在这11438人当中呢 那检查出有阳性个案有622人 那阳性的比率是5.4% 那我看到这个数字 我相对稍微喘一口气一点点 因为我们原来很担心 这样一个弱势长照的机构 那里面可能大规模的感染 那这些著名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相对就是比较有半性疾病 或是年老的 或是有其他疾病的 我们比较担心说 他们可能会体弱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不会大规模的感染 造成他们的一个影响 那经过筛检下来 现在的一个阳性比率是5.4% 那这5.4% 622人当中呢 那我们就迅速的 我们的医疗团队 那就给他们做看诊 给他投药 给他们投药 尤其是抗病毒的药物 那剩下的两家呢 今天也会完成 那这是第一轮的一起守护计划 那当然了 为了彻底的安心 因为这是相对弱势的机关 塞过这样一轮不够 我们下个礼拜开始 要进行第二轮的塞 第二轮的塞 全面性的塞 那总而言之 要特别保护这些机关 照顾我们在住在里面的 弱势的市民朋友 那第二个 也让他们的家人可以放心 第三个 在这里面的工作人员 长照机构的人员 或社福机构的工作人员 他们平常工作也很辛苦 我们也要保护他们 那所以这个计划很多人关心 因为很少 县市政府这样子大规模主动的 那花预算 那派请人力 那进行大规模的 这样一个筛检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把第一轮 执行的情形 稍微跟大家做个报告 另外呢 大家也很关心 这个儿童疫苗施打的情形 那么儿童疫苗施打 在校园的部分 在校园的部分 到昨天暂时告一个段落 我们大概进行两个礼拜 11天左右 从5月27号开始施打 一直到6月11号 一共11个工作天 到昨天为止呢 那幼儿园 以及国小 在校施打的 一共是49,845剂的 BNT儿童疫苗 大概将近5万剂 是属于在校施打的 儿童BNT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卫生局的同仁 教育局的同仁 各个学校 教职同仁 还有志工妈妈 那也感谢我们的医疗院所 全力进入校园里面 进行施打 守护孩子们的健康 那至于 没有打到疫苗的家长 也不要担心 因为有些孩子们 当天他安排施打时间 在校园施打时间 有一点个人的状况 所以没有办法到校施打 不要担心 我们会把疫苗 放在有些医疗院所 所以呢 这些家庭 这些孩子们 还是可以继续到 这些医疗院所 去预约施打 上网去看 就可以看到这些资料 所以不要担心 那我刚才报告的是 我们校园疫苗施打 告一段落 那可是我们要把 还有的孩子 他是在外面的医疗院所打 我们把整个统计起来 另外还有一种孩子 他是之前打莫德纳的 所以我们把整个统计 那儿童是打BNT的 有11万 连在外面医疗院所打的 打BNT的 有11万2055人 打莫德纳呢 有37187人 大概3比11 另外呢 所以整个加起来 儿童BNT加儿童莫德纳 本市的国小幼儿园 5到11岁 打儿童疫苗的 一共是149242人 在整个应该施打的年龄层里面 占了76.9% 大概77左右 不过身为一个市长 我比较关注的是 那应该施打这个年龄层 那假如说100个当中 那现在打了大概76.9% 那换句话说呢 还有23.1%的孩子还没打 他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可能孩子现在是在确诊中 那或者曾经确诊过 所以短时间之内他不能打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可能 在这段时间 他有其他的 这个身体状况 所以他可能没办法打 那另外可能有的家长 我认为可能有的家长 他对于儿童施打疫苗 是有疑虑的 所以可能没有安排孩子们施打 那所以呢 我们会特别特别关心追踪 那总而言之 我们现在5到11岁的施打率 是76.9% 这是跟大家报告 那当然我们这是 因为我们是大城市 那我们的东源人力 如果小朋友还没有接种到 未来也可以到医疗院所来施打 持续